先生您好 要試試看看嗎 高雄知名麵包店新產品推出 工作人員把麵包切成一塊塊 請民眾來試吃 但因為疫情影響 民眾接過試吃麵包的方式 變成這樣 民眾改用夾子夾麵包 還有人特地拿起托盤接麵包 為的就是不直接用手接觸 降低傳染風險 那在發之前 我們都會做一些洗手衛生的消毒 另外高雄連鎖的麵包店 雖然架上面包都用塑膠袋包裝好 衛生看起來也OK 但放在結帳櫃檯旁邊的試吃欄 沒有任何蓋子或盒子 直接外露一旁 客人來來往往 恐怕難防 口沫亂噴 最多試吃活動的美式賣場 推出鐵板豬肉口味的試吃品 氣味香噴噴 民眾排超長 試吃品雖然都是單份裝好 但等不及的這位富人 直接把口罩掛在下巴 當場把食物倒進嘴巴裡 吃相超豪邁 相較全台的連鎖賣場 出爐的麵包全擺進櫃子裡 外層的麵包也全包好 因為開放空間 防疫措施需要更謹慎 甚至試吃活動全部取消 我們假日會有一些試吃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都暫時考慮來取消 疫情升溫 讓不少餐飲業者業績下滑 但為了拚業績想推試吃 自己買氣 但又得顧好衛生做防疫 兩全其美的辦法 讓業者傷腦筋 記者高雄 綜合報導